四個團體的代表一起舉辦 包括中國維權力士班主組 香港支聯會 香港職工盟 天主教正義和平委員會 大家看到我們上課的名牌 我都不一一介紹了 今天主要是 剛剛中國對保片定期審議工作 早報告的 所作出的回覆 我們今天也是 作出我們的回應 因為我們這麼多團體 都是有代表 早前出席 聽證會在日內亞 也是遞交了我們的意見書 首先我作為支聯會 和維權律師關注組的代表 我講講我們整體簡短的回應 其實大家都知道 我們在審議期間 提交了很多意見書 和陳述書 說出近幾年來 自從習近平 執政以來 發生了很多 嚴重和廣泛 違反人權的事件 包括2015年 全國的律師 大抓捕 所謂的709的事件 以及 以及 繼而知 對 律師 尤其是維權律師 進行的行政打壓 使得很多律師 都無法 正常執業 更加不再說 對一些被拘留的律師 並沒有公平地 尊重他們的權利下 進行偵查 甚至被判獄的王全璋 被判獄的王全璋 大家知道 他是一路以來 得不到 一個程序的 一個公正的審訊 也是關注到 2018年 街市工人案 以及徐之以來 很多支援 街市工運的學生 他們也是被 無理地拘禁 很多年青人 只是 學習 只是 提出 對馬克思思想的 研究 都被禁止 當然工人 組織工會 以及談判 以及 中間在街市事件裡 因為進行行動 爭取權益的行動 也是被打壓的 那麼 對這個 宗教界的打壓 也很清楚 從 教祖Sir的溫州 擴展到 河南 甚至最近 四川的 黃兒牧師 被拘捕 教會的財產 被霸佔 你看到很多佛教的人士 要被迫 我相信一定是被迫 向習近平和毛澤東的象 鞠躬 甚至說的時候 都要說到自己是 愛國的好和尚 有些又要抄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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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習近平的報告 這樣 那麼 當然最嚴重的 也是舉世 觸目震驚的 就是 除了 早前對西藏 一直以來的 長期打壓制壓之外 現在是更加全面地 對這個 新疆維吾爾族人士 的鎮壓 那麼這個鎮壓 就用 表面上高 用一個形式 叫做 這個 培訓 實際上高 就是一個集中型 一個洗腦型 要他們學習 一些思想 只要 當然 是要 支持 共產黨 支持 習近平 以此 以至 我相信 對他們很多的宗教文化 上高的東西 他們都要作出 一些修正的看法 我也是這樣說 其實現在整個宗教界都是這樣的 無論是基督教 佛教 甚至 我相信伊斯林教等等 的教義 他們的詮釋 都是受到 政治上高的干預 以及很多的指令 要他們 有些說話是不准說的 尤其是基督教 大家最知道了 不能夠說 基督是唯一真神 個個都知道 很多小朋友 不足年紀的人 是不准進去教會的 那麼 最近 外交部的副會長 就是這個 傅玉成 日前在聯合國 會議上高講到的 他說 會議上高提到的人權個案 根本不是人權問題 是中國司法主權獨立 和公正的問題 但是這裡我要再講講 再參考最近 在人大會上高 周強的說話 周強 你記住 周強 他是講到 他們最重要的工作是 維護 政權的安全 OK 他全都沒有講過人權的問題 由頭到尾 是講到維護政權的安全 習近平最近有一次 司法人員的工作會算上高 講 什麼叫法治 他在講 雙央 其實就是 講中國的法家 他在講雙央 跟著講嚴刑進法 是講這些 所以回復坦白地講 就是馬克思時代 所講的 其實一切的法治 法律 就是統治者的鎮壓的工具 鎮壓被統治者階級的工具 所以很清楚 坦白地講 就是回到原本 五十年代 所以我們對 今次中國政府的報告 是極度失望 不只是失望 極度憤怒的 那些官員的巧言令識 甚至就是對很多嚴重違權的事件 違反人權的事件 是一手 就將它推開 示弱無睹 那我相信 這些都是為 我們人權組織 甚至全世界 文明進步思想的人 所不恥的 那我講到這裏 我想請 正正為Lina 先講 她今天不太舒服 所以我盡量用 你講完你想講的話 然後先問她 讓她 可以早點離開 謝謝何俊仁 因為今天都停止 所以我要早點退席 剛才何俊仁也介紹了 中國回應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的報告 我們覺得很失望 剛才她提到一些宗教的部分 她提到佛教 有基督教 或是伊斯蘭教 但因為本身 我們正位都是天主教的機構 所以我們會集中 關注國內的天主教 教會的情況 其實我們對中國 遞交給聯合國人權理事會 第十三段 她說宗教自由的部分 我們是極度不同意的 因為她說 已經依佛保障了 內地的宗教自由 我們是絕對不認同的 其實看回整個 內地的 尤其是基督宗教 尤其是天主教會的發展 我們發覺那個 製造是越來越多的 我這樣強拆拆節教 就很清楚了 其實在2014年的時候 我們只是單在浙江省 估計已經拆了一千五百 至二千座的基督教 和天主教的十字架 不單在浙江省 其實已經蔓延到 江西、河南、陝西、山西 這些地方 都有出現拆十字架 和拆偉聖堂的事件 還有在中國政府 不單是拆偉十字架 甚至是加強控制 他們會在教堂裡 裝了一些監控的鏡頭 去監視場內的宗教聚會 還有其實在整個五十年代 就是中國共產黨執政之後 其實有很多的主教 和一些神父是被失蹤的 有一個其實已經失蹤了差不多二十年 現在都接近九十歲 就是河北省的 河北的教區 保定教區的蘇智民主教 蘇智民主教是一九九七年去失蹤 直到現在二十幾年 其實我們一直都不知道的下落 其實他的侄是多方奔走 還有到現在都沒有消息究竟是怎樣 還有一個師恩祥主教 易遠的也是河北的 他失蹤了十幾年 其實已經九十幾歲了 甚至有消息是囚禁期間去世世的 但是這個消息一直都未被證實 還有一個在河北失蹤了三年的劉雄根神父 還有一位就是寧夏的地下團體的神父 衛和平神父 在2015年的時候 他的屍體被發現 在河那裡 到現在都死陰不明 其實當中我們知道 在十月份的時候 河北宣化的教區 一些神父 他們被迫被政府部門人員帶走 他們被迫要加入愛國會洗腦 也不被他們開離殺 這個情況其實一直都存在 還有一些未成年的宗教權利 其實嚴重違反了人權的兒童公約 其實由於共產黨 政府官員和共產黨員都不可以信教 其實他十八歲以下的未成年人士 是不准入教堂的 其實都很視乎地區執行 我們發覺近來其實都執行得挺嚴厲的 尤其是在河南那邊 甚至是出了通告 一些人不可以參加主日學 或者一些學習班 還有一些下令營都是被禁止的 還有應該是去年新修訂的宗教事務條理 其實是違反了宗教自由的 因為它其實是根據中國政府那裡 未登記的所謂的宗教場所 其實是違法的 其實這個是嚴重地侵害著 就是專注教會 一些地下教會 和基督教的家庭教會 因為他們其實很多時候 他們都會在教友家裡聚會 根據新的條例的時候 這些聚會的時候 他們是向那個屋主罰款的 做成一個善行效應的時候 有一些教員不夠膽 將他們在家裡借出來 做一個聚會的場所 還有他們都做一些宣傳的公式 去逐家逐會的說話 你們不可以聚會 其實你們看到 整個內地的宗教的自由 其實一直都沒有放鬆的 其實一直都在收緊的 除了這個宗教條例 其實他們現在都在收定一些網上 發佈一些聖經 甚至是一些宗教聚會的錄影 都其實是嚴受了規管 我們看到 其實中國政府 其實是沒有去改善那個宗教自由 其實那個控制其實越來越重要 我們都希望呼籲中國政府 尊重人權國際公約 我們他們要求去廢除 新修訂的那個宗教的事務條例 還有我們都要保障18歲以下 即是本身兒童都有信仰的權利 即是不可以禁止他們進入那個宗教場所 那麼要停止一個毛利拆拾字架 還有都要落實那個結社和宗教自由 那麼我在這裡簡單說 現在內地的一些情況 到這裡為止 看看各位記者 有沒有一些問題想發問的 可以答答 發問了先好嗎 好了 那天你可以早些 回來休息了 有什麼要問? 關於宗教自由 走不用不久了 謝謝 謝謝 早明白 你殺什麼 好,各位傳媒朋友,我是職工雲的專責講師,我是林祖明。 自從在9月,這個UPR,中國在聯合國的人權理事會裏面,多番強調,其實中國是依法地保障了基本的人權,包括結社自由的權利,包括表達自由的權利, 以及工人都有他們的最基本工人權益的權利,但是其實自從9月之後,我們一直看到中共對爭取工人權益的工人,勞權人士,以及他們的支持者,那個打壓是不斷地在擴張。 自從9月到現在,大家可能都會知道,其實去年8月,街市工人的抗爭,也有一班的毛派,或者左翼的青年,是有支持他們。 其實從9月到現在,直至目前為止,已經有超過44個工人,學生支持者,有一些包括社工團體的朋友,以及官方工會的兩個職員,都是被刑事拘捕了。 而他們呢,大部分的人呢,現在處於的狀態呢,就是指定居所,監視居住。 也是這次中共拒絕,是廢除的其中一條的法例,其實這個指定居所,監視居住是非常之危險的。 它是可以在沒有任何的律師代表情況之下呢,是可以在一個地方拘禁你六個月,最多六個月的時間。 而,據我們所知呢,很多這些聲援街市工人的大學生呢,其實他們現在是被指定居所監視居住。 那麼,據我們所知呢,他們大部分其實現在是一個深圳的某一個地方的。 那麼,而他們也都是跟外界呢,是沒有任何的接觸。是沒有任何,不能夠有任何的律師代表他們。 那麼,同時間呢,不但我們看到有很多學生呀,很多工人被捕。 最近呢,在1月20號的時候呢,我們更加看到有五個在這個深圳的勞工NGO的工作人員呢,都是最新是被捕的。 而很有趣,他們現在是被控罪眾擾亂公眾秩序。 記得一件事,中國政府是保障,聲稱保障工人有罷工的權利。 根據刑法291條,大家可以看一下,罪眾擾亂公眾秩序呢,是,如果你是擾亂到生產呢,是可以告你的。 罷工,如果不擾亂生產呢,就不如不要罷。 對不對?所以呢,基本上,他說,法例上可以保障罷工的權利呢,其實就是用291條呢,就是剝奪了工人罷工的權利。 那麼,很有趣,這五個的勞權人士呢,都是被控這條控罪。 而他們相關的案件呢,反而是要追溯到2014年,他們曾經參與過幾次罷工。 證明其實中共現在抓人呢,基本上都不講證據了。 就是,他要打壓你,他就找回一些四、五年前他們做過的事情來打壓你。 基本上是去到一個莫須有的罪名。 即是說,你十年前做的事情,他照樣找出來,他要拘捕你就拘捕你。 你這十年來什麼都沒有做過,不要緊。 他看你不順眼的,他照拉你。 他拿回十年前一宗案來拉你。 那所以呢,其實基本上,我們都,當然啦,職工盟一向以來都是, 支援中國的工人,希望他們可以有結舍自由的權利, 有罷工的權利,可以組織工會的權利。 但是我们看到中共基本上现在看到的做法就是 他们完全是漠视 也都不管劳资关系所带来的社会矛盾 所以他们也都是不再看重这个NGO 作为民怨的一个发泄的一个调节的机制 所以他们不断地濫捕 我们也非常关注刚才说的那44位学生、工人 以及刚刚说的那5位劳工NGO的状况 人事的状况 因为他们全部是没有律师代表他们的 他们也不能够跟他们家人有任何的联系 其中一个劳工NGO的朋友 她的太太写完一封信之后 闹中国政府翌日被人抓了 短暂地拘留了几个小时之后就放回他们 所以我们看到其实保障基本人权 保障这个劳工权益 这些全部都是空话 所以我们职工盟要求中国政府立刻释放所有在囚的劳权人士 和确保中国工人拥有结社自由和组织工会的权利 那我就说到这里为止 多谢大家 各位 我代表职联会也说说我们 我们对今次这个中国的在联合国定期普遍审查的一个回应 其实这个机制是联合国的人权理事会 是对每一个国家 就是联合国的成员国 其实都施加的一个人权的一个审查的一个机制 那其实中国不单是联合国的成员国 其实它是当然是现在常任理事国 举足轻重的一个国家 它也都现在是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其中一个委员 所以其实中国理所当然 是从各方面应该更加是尊重人权的 但是我想看回这一次的审查 我们都看到 其实除了我们很多的民间的非政府组织 我们是有去之前的公庭会 还有有写我们的意见书给大家意见 另外其实在去年11月的正式 在人权理事会的审查期间 都有很多不同的国家 其实包括西方 甚至我们看到是有一些的 以前东欧啊 前苏联啊 这些国家呢 其实都是有去质讯中国政府 很可惜呢 现在它最后的结果呢 一共是有三百多个建议 中国政府其实有六十二项 它表明就是拒绝执行的 其实当中呢 我们觉得有几样东西是很值得的 一个就是 大部分就讲及 是要求中国政府 立即就是要去实施 这个公民权力及政治局的国际公约 其实中国政府早在1998年呢 就已经签了一份很重要的国际人权公约的了 但是呢 已经超过二十年的时间 都说还没准备好 去正式实施的 那么其他国家要求它尽快做呢 它都不肯的 就是 总之就是说继续研究 继续拖 那么这个我想是一个国际社会都会觉得 是很离谱的 也是很难接受的东西 那么我也是觉得 中国政府作为一个大国 怎样向国际交代呢 第二件事我们觉得是 中国政府拒绝的呢 就是 有很多国家都要求 喂 你中国 说自己的人权什么法治都OK的 可不可以给联合国有关的机制 的专家去到中国里面去 看一下那个情况呢 做一个观察呢 中国政府都是拒绝的 就说我们有 你便来做游客 但是就 拒绝联合国这些的专家 去做一个视察 那么 怕什么呢 是不是 都很明显 就是中国 说自己人权是 有保障的 这个也是一个假象了 那第三方面呢 我们也觉得是 中国就 拒绝外国的建议呢 就是 关于说去 对一些的 在囚的维权啊 和其他的各方面人士呢 是要尊重他们的法治权利 和释放 包括呢 其实好像当中 美国 是 那个代表 是提到一些人名的 在联合国的建议那里 包括呢 就是我们都关注的 王琪啊 是的 这位的 四川的 维权人士 另外就是维权律师啊 黄泉璋啊 黄泉璋啊 伊里哈牧等等 中国政府也是这样说的 拒绝 就说 我们有 中国我们有法治的 但是呢 都很清楚 其他国家都见到 这些 中国的法制呢 就正正 是 保障不了 甚至是剥夺 有关人士的基本权利 那么 我想 支联会在这方面呢 对中国政府 今次那个 在这个 公开的 联合国这个机制上面呢 都公然地呢 去 藐视这个人权的保障呢 我们感觉到 非常之 烦恼的 最后都 都要说说 就是 今年六四三十周年 我们 都是 继续关注 其实是六四的一个问题 那当然啦 除了平反六四呢 其实都还有一些的 因为 因为 悼念六四的 在内地的人士 其实 还是被 拘捕的 包括 有一个 应该都两年多前 有一个 六四的走案 有几位人士 就是 让了一个八九六四 接着就被拘捕了 其实到现在都还没审 据说就快就审讯了 那这些的 其实都会看到 六四这个问题呢 都是 久前 去不了 虽然中国政府不断扭曲 我们都认为 这个都是很重要的人权的议题 必须要尽快去全面调查 镇压的真相 平反六四 追究责任 谢谢 好 不如请刘慧卿 谢谢 何俊仁 去年十月 我和何俊仁 和明 我们就去 日内瓦 向不同的政府 去做游说工作 那个 那个聆讯 那个会议 就十一月开 我们就十月去了 就见了很多国的政府 就说出我们的关注 我主要的身份就是 维权律师关注组的成员 刚才何俊仁已经说了 我们留意到 其实在那个会议 是有国家 亦都是表达 关注那些律师的情况 因为当我们见到 这些国家的代表 无论在日内瓦 或者未去之前 我们在香港 亦都是见过很多 的领事馆的代表 跟他们说的 我们希望这些领事 或者这些国家的代表 是很了解到 如果一个国家要有法治 有人权 一帮独立的律师 一个独立的司法制度 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们希望他们 要看一看 那些律师面对的困境 虽然中国有几十万个律师 但如果维权律师 只有几百个而已 而这些人是非常勇敢 亦都是要放弃 要赚很多钱 各样东西 而是冒着 被中国政府打压 都去做 所以我们是很希望 国际社会 是继续关注 刚才几位都说了 中国政府 就真的抹大眼 就说大话 有些人建议那些东西 他又说做了 喂 人家叫你尊重人权自由 不要在这儿 不停拉了那些人回去 鎖起上来 或者甚至虐待他们 他自己说自己 全部都做了 真是很荒谬 有些他那些 不知那些老友 在联合国那些 有些当然是赞他 但也有 大家都听到 前两天 有些继续批评他 有些是国家 有些是非政府组织 所以 这个就是几年一次的一个程序 但是还有很多公约 中国是签了的 刚才阿昌也说了 这个公民权利、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签了这么久 差不多大部分港的国家 都叫他快点去确认 另外一个 很多人叫他做的 就是废除死刑 他是完全理睬你 所以我觉得 这个是一个耻辱 你走到联合国 在这里这样说些东西 然后又扮鬼扮马 又说大部分好像已经是落实 今天不是说香港 但是很多香港的东西 他都说都落实了 包括民主、自由 但是我们是不会放弃的 我们会继续 在香港和国际社会 继续为各方面人权的问题发生 我们关注组 尤其是我们是很尊敬 我们是非常支持这些律师的 他们和家人受到这么大的打压 那么我们也都希望 香港人和国际社会 也都会支持这些维权律师 因为他们可以成功去运作 表示中国法治是有些希望 有他们在那里是非常重要的 好 谢谢大家 其实大家看看 那个建议书 和他的回应都很好笑 差不多都比较 民主进步的国家 提一些具体的措施 都是拒绝的 另外那些高大空那些 就是继续做好一些 搞好一些经济 公平一些 继续做好一些研究 那些全部是接受的 大家看得到 具体的事情是不会做的 我有一点点补充 其实那个 你说整完了这些报告 那怎么办呢 说完之后 中国政府有些又说 不接受 有些就 假设说接受 那怎么办呢 其实联合国 现在都是越来越强调监察机制 在这个普遍定期审查 做了报告之后 虽然下次可能是四年之后再来 但是呢 他现在是有一个 中间的一个叫 跟进的程序 其实他会把所有的资料 是放在上网 之后呢 他现在是要求 那些国家 是要交一个中期的报告 这是其中一个新的一些机制 另一方面呢 其实也是 联合国是鼓励 有关的国家的非政府组织 在国家里面 是要推动监督的工作的 其实非政府组织 或者包括就是 议会 当然你说中国 找一个全国人大 就比较难些 香港部分 其实我们都可以 可以透过立法会 就是那方面 就是说现在 在这一方面呢 就 联合国和联合国 都是 会欢迎 一些非政府组织 在这个 四年期的中间 就回这个国家 有没有是 履行到他之前 尤其是他答应了做的事情 这些事情呢 其实是 我们都会持续监督 有需要 就会 是要再 向国际社会反映的 没问题 大家 好 我们坊间有句说话 就是 就是 现在 人权是差 但是 可能会 就是 味道最差 那句说话怎么叫 叫做 就是 没有最差 只有更差 这个真是 很悲哀的 这句说话 其实就是 大家知道 回到八九文文之后 就是 邓小平 南巡的时候 他有两个指示 一个就是 继续 要加速改革开放 第二个就是说 要镇压一切 动乱于盟牙状态 第三个就是 我们的政权 如果要好些保住政权 似乎就是我们革命的下一代 信得过的 OK 外人是信不过的 所以就是 这几个指示 那么 我们看看 那么多年的历史 江泽民的时代 就是 估不到 相对 是没那么紧的 原因就是 大家看到 1998年 早签了两个公养 OK 1998年 那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因为要进入WTO 大家记住 是因为二千年 要争取入WTO 所以就草签了两个公养 跟着 就想办奥运 2008年 OK 就是这样的背景之下 所以为什么草签了 但是那两个公养呢 就是得 社会经济文化公养呢 是后来人大是确认的 你知道草签了是没用的 是一定要确认的 但是你国家签了呢 代表意思是什么呢 你认同它的基本原真 和精神 所以政治及公民权利公约呢 中国签了 但是没有确认呢 意思是怎样呢 它认同那个精神 所以你不要说那些东西不对 但是 它不签 就是说 不执行 就是不会有一个 接受你监察 那个机制 的一个这样的承诺 如果你签了 你要交报告 如果你签了 所谓的optional protocol 还要看那些 个案的一些投诉 那么中国政府呢 就是 争取了承办了这个奥运之后 2004年还修改了憲法 增加了一个人权的条款 那么好了 一路下来 2003年 人权年 在中国的人来说 当年就是 滕彪啊 许致永 争取 将那些 什么呢 那些 那些 流逝的人 可以将它 拘留 试过有一个叫 孙志光打死了 他在网上的要求 人大是福以 就是说这个是违宪的 那终之取消了 那时候是最好的 但是那时候 就是因为维权律师开始出 就开始2006年打压了 最大的转捩点呢 2008年 就是 奥运之后 就开始有些收紧 但是最差的 我可以告诉你 就是开始 急剧下转的 就是习近平上台之后 这个呢 这个是事实来的 头头大家觉得 以为习近平上台 有些好东西 取消奴教 你记住了 接着就讨论 这个 不好 就是那个 司法机构 要不要受当地的行政机关 这个束缚 就是不需要向它负责 是影响到司法机构负责 就是说法政委不会 是吧 但是他有这样的东西出来的 又是那些网 那些 判决要上网 但是 接着就差了 接着出什么呢 七不讲 大家知道七不讲 大家知道七不讲 黑身黑五类 黑身黑五类 黑身黑五类就是 维权律师啊 这个网上意见领袖啊 宗教人士啊 这个网上教会啊 这个上网人士啊 接着就开始控制网 OK 于是就有互联网 那个是什么呢 接着是境外NGO法 接着是2015 就是拉律师 OK 一路插下去 直到 2018年 当他修宪之后 全世界已经觉得他没有希望 文明的国家 所以 一个新冷战 要围堵中国 就是觉得 习近平 大家不要对他有期望 就是他这个身兴 这个身兴的强国呢 是会威胁 就是他打压自己人民 更可能会威胁外面的和平和安全 整个形势 你问我会不会插下去啊 我告诉你 有理由觉得是会继续插下去 尤其是你看看 对新疆那种打压 是很离谱的 还有对学生 对学生 对学生你没理由的 以前学生 以前是共产主义的先锋 还研究华东思想 现在习近平跟他说 华东思想他都害怕 是吧 工人就不再说了 你是一个工人党 是一个 打压工运 打压得不厉害 是吧 你对工运 你给不给观看 对工运 你说一下 是 Albert说得很巧 特别是学生那里 我们见到 真是没有最差 只有更差 在建国的历史里面 学运一直都是比较容忍的 就是中共 但是我们见到今次 就是这班组织的学生 第一次是近这 我相信是八九月来 近这十几二十年 三十年里面 是有在校的学生 是被拘捕的 也是最大规模 那么多学生 是被退学了的 因为在校园里面的稳定 对于中共来说 他是非常非常敏感的 就是他们很害怕 因为始终校园是一个 比较封闭的地方 还有也是一个思想 比较容易交流的地方 互相感染比较容易的地方 所以他们都是比较 过往是会比较小心处理 但是我们见到今次 如果从街市这个事件 可以看到 完全没有这些秘技 拉你便拉你 我要搞你的马克思 还要他们搞马克思学会 就是连自己老祖宗 他都可以 不需要再有什么秘技 我换了你们的人 换了一批新的马克思学会的人 要你们签贵过书 要你们签成诺书 以后不能够在校园里面 搞事 不可以骂校长 不可以骂习近平 不可以骂习近平 要你签同书 所以我们见到 根本中共的政权 是对任何这些打压 或者外面的声音 不怕的了 所以可能我们预计到 真的有几年 会比较困难一点 但是对于工人 我们始终希望 因为始终现在的贫富悬殊 是越来越大 如果大家看回一些数据的话 那个坚尼系数在中国 是有回升的迹象 但是基层的工会做不到事 帮不到一些工人去发声 帮不到工人争取一个更公平更公义的工作环境 那其实我们见到 现在工人的抗争 是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的同事 也跟以前有点不同 以前的人罢工 在工厂里面罢工 工厂里面罢工 其实它的杠杆很小 你的社会回向小 你在工厂里面罢工 最多就是影响出货 但是现在的人罢工 是什么人罢工呢 外卖小哥罢工 即是网送外卖的人罢工 货车司机罢工 是吧 分钟迟些 或者顺丰罢工 那就麻烦了 你想想你顺丰罢工 你网购在淘宝 逃了一些东西 一个月都不来的 你会怎样呢 譬如 往往很多外卖小哥罢工 很快就平息 公司很快就会满足他们的要求 为什么呢 你那一天 你那个区 那些人 没有外卖收 order 外卖没有 社会民怨一定会很大 所以我们觉得这个是 日后有可能 中共 或者在中国里面 社会矛盾的点 是得到一些广泛社会回响的突破 最后我想总结一点 刚才说了这么多 就是现在是走回到一个 几极权的社会 就是一个专制社会和极权的地方 不同的地方 极权是控制你一切的 以前不是说东的时代 就是你全部的生活被控制的 现在当然不行了 现在你的社会结构有市场 有什么东西 有私产 但现在回到什么东西呢 就是思产控制 所以搞洗脑 接着就是大数据 用大数据来看着整个社会 人样的辨认 接着是什么东西呢 社会信用系统 这个是要留意的 社会信用系统 若果2020年是更加传备的 但是已经在用了 我已经知道有些人买不到车票了 买不到车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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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孩没有书读 接着要你回到家 还有信息源系统 信息源系统 信息源系统 有些学生 可以报先生 报同学 定期交报告 这个信息源 其实整个国家都是这样用的 现在连政治局常委都要向习近平报告 这是多离谱 中委又要向习近平报告 人大每个人要上开会 要报告的 你不是监察政府的 所以全部由下至上 要交信息 要报告的 是不能够... 还有,打横的串联是有问题的 所以最近胡锦涛的儿子 去北京 探两个红二代 那些舆论界都说 他一定得到习近平的同意 如果你不可以乱探人的 串联是有事的 立刻就问你什么事 可以逮捕你的 整个社会方面是一个极度恐怖 白色恐怖 以及信息 要全部是单向 下面的互联网 全部是控制住 很多的字眼 是稍为有问题的 越来越查不到东西的了 上高的百度 很多字是禁的 他很紧张 连习近平都打不到出来 有一段时候 他紧张的时候 不要说 Winnie the Pooh也不行 红猫也不行 是什么都不行 那时候袁世凯也不行 刚刚收完之后 你发现很多名词是什么 是打不到出来的 所以整个社会是一个这样的社会 还有些先生说话 说错了些话 那些学生已经报上去了 然后 那些大妈 不只是香港有 这一年 那些街道委员会 是出去 坐在那里的人时 看着有什么人 说什么话 有什么三宝人 走进来 近来游离 又报上去 是一个这样的社会 是一个动物农庄 每一样东西都被人看着 更加上加上高度科技 来加以调控的 一个这样的社会 是极度恐怖的 唯一是搞不到的就是经济 你几惡都好 经济不行就是不行 现在就是一个这样的问题 经济你不可以变魔术的 是不是 你的价钱 你死叮叮得多久 你和外面的社会 有融合的 那你是不行的 你是不值钱的 你这些钱 人家不用美元换你 人家要加你的关税 因为这些他控制不到 对吧 有没有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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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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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他當然有很多他自己製造的非政府組織 如果真的獨立去看中國的非政府組織 就在中國大陸以外 所以如果我們去到聯合國 有些在美國、有些在歐洲 那些就很大膽說話 但有時候有些內地都會出去 例如有一次我們去婦女公約 有些都會來 不過是很惶恐的 我們也幫忙跟委員會再解釋清楚 因為委員會有時候在開聆訊前 會有時間見一些非政府組織 這樣他都分開香港和大陸 因為現在在一起的聆訊 但我們也跟委員說 你大陸那班不可以見這些真那些 因為如果不然就很大件事 所以委員有時候都同意 委員特意找一個秘密的時間和秘密的地點去見他們 有時候有些律師去到後 都很小心 要保護得這麼緊要 只是這樣做法 已經被委員深深了解到 中華政府有多恐怖 他們也不是有很大權 他們唯一就是三文門 聽了你 在零碎就問一下 但大家不要以為是沒有用 一定會有用 我們在香港 不知道什麼時候被抓他 尋釁之士 待會又說引渡 這幾個引渡回去 我們總之在這裡有多少自由 有多少空間 我們盡力做 在其他國際上都做 最重要是內地 內地都做 那些維權律師多勇敢 那些維權人士多勇敢 所以我們是不能放棄的 他們亦都很開心 我們在香港 或者我們去到聯合國 去幫他們出聲 那所以呢 其實香港就更加 韓祖仁剛才說這麼多的那些事情 喂大哥 什麼時候會來到香港 或者有些人已經來了 那我們都要頂住的 要不然我們怎麼搞 又一國一制 那所以呢 情況是差 但有些人很有趣的 你越差 我就越跟你鬥 反而沒有那麼差 現在呢 就每個人都放軟手腳的 那你說他立即拘捕了何俊仁 我相信呢 哇 整個香港反轉一半 哈哈哈哈 其實 剛才阿興姐都說了 一些非政府組織的問題 內地都有的 不過你知道是比較難的 所以可能都是透過香港 或在外面 我們去就 幫一些的相關人士聯絡 但是 你看到其實國際壓力 不是沒有用的 譬如去年 特別講得 開始講得比較多 那個新疆的問題 後來他都要承認 不過他就不認是那些 再教育營啊 就說是什麼職業培訓 這樣而已 最近就說好像都差不多了 準備就要 可以關閉了 不知道是真還是假 但是就是說你可以看到 其實聯合國 就是說你這麼多 中國那些人權問題 當然就 多到 很小 但是他有一些 大的 當時比較關注 他又不是完全 就是中國真是 真是可以當外國 就是過去社會武道 他都要想辦法 解釋一下 回應一下 又要將某些事情都會說出來 所以我們覺得 接下來聯合國 我們都希望 他們要從各方面 尤其是怎樣可以 真是有一些叫做 獨立的專家 是可以去到中國 其實過往都會 個別的時候 他有基於的壓 可能都會給某些 某些會去的 我想這些事情 我們接下來都會 繼續出張做 除了說在聯合國的機制 其實這次 都是很多不同的國家 政府 是提出了很多的建議 我想我們 正如之前 我們都是 有去跟不同的國家 政府去介紹 所以他們才 後來提出了這些建議 我想我們都會 跟進 因為其實 特別是 不同的國家之間 他們都有一些人權對話 各方面的事情 都是一個 另一些機制 可以跟進 好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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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